我是八哥,欢迎回到图八哥 今天带来博士多功能冲击钻 GSB180L 作为18幅平台 GSB120L的升级款 它的专业性能怎么样呢? 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PP塑料收纳箱 空箱净重1.2公斤 强度上壳 固定式提手,带绑扎孔 上下面支持咬合堆叠 双卡扣,上开口设计 阻力略大,平开无阻尼 内部间隔式收纳 空间利用力高 约11升的容量 单充单电配置 一块18幅1.5A的电池 马来西亚造 采用隐藏式导电触片 加厚双触电设计 电路板凤胶,安全可靠 电芯由骨结三星15Q18650组成 遗憾的是 18幅平台只有1.5A的电池 没有电量指示 好可怜 充电器中国造 1.6米长的电线 可避挂 支持大温差延时虫 红色指示灯 双状态指示 实测最大输入功率47瓦 1.5A的电池 27度的室温 40分钟即可充满 速度还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主角 GSB180D 博士的经典蓝黑配色 卧室区域大面积包胶 防滑减震 也不粘手 马来西亚造 装上电池 1.6公斤的作业重量 这里有个博士设计的小细节 机身电池的锁定扣 是双槽设计 有效降低电池意外脱落的风险 双保险更可靠 单环自紧式夹头 硬塑料旋径环 夹持范围1.5-13mm 夹持深度31mm 同心度方面表现还是不错 扭矩加功能双调节环设计 硬塑料材质 手感清脆 双速调节 满电空载实测 一档460转每分钟 二档1750转每分钟 最大空载噪音87分贝 GSB180里 同样具备电子刹车和主轴锁定 采用下阳角单灯照明 基本不会被遮挡 可轻按单独点亮 10厘米亮度实测 140x 亮度一般 遗憾的是也不支持延时照明 有点对不起18V的定位 正反转切换开关 三段设计 顿挫有序 少见的四面封口设计 还都是大封锡 散热效率有保障 机身两侧还预留免拆机探刷更换口 旋径设计 作为专业的有刷电动工具 更换探刷更便捷 末端还预留手绳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GSB180里的性能表现 起字档 二字档扭矩可调 直径4毫米 5厘米长的次径计 搜目上 一档就完全领路 小螺丝也都只能一刻 无极调速和电子刹车 主观控制起停了 二档改用直径6毫米 14厘米长的外溜角自公司 17档就能完全扭入 后面使用8毫米的自公司 20档扭矩达8.5厘米 大扭矩档位表现不俗 但个别档位落差大还是很不爽的 电钻档标称最大硬扭矩54厘米 最大软扭矩21厘米 直径10毫米的外溜角自公司 低速档松木上 能扭入13厘米 32毫米厚的松木板 50毫米的平易钻 高速档 25秒可完全贯穿 8毫米厚的曹钢 10毫米的麻花钻 搭配润滑液降温 高速档钻孔 低速档收尾 40秒贯穿 2毫米厚的方钢 40毫米的开孔器 搭配润滑液降温 高速档钻定位孔 低速档开孔 26秒一个钟 冲击档测试依然在砖墙上 高速档4厘米的深度 6毫米 8毫米 10毫米 12毫米和14毫米的钻头 作业时间都保持在15秒以内 而16毫米的用时也只有24秒 相比GSB120底各方面性能的提升 还是很显著 续航方面 1.5Ah的电池 使用直径30毫米的开孔器 满电 搭配高速直径档 在32毫米后的松木上开孔 耗时7分20秒 电量耗尽 共开26个孔 平均每分钟4个 表现还是很抢眼的 想拥有更持久的动力输出 大容量电池必不可少 最后我们再看看测试后的温度控制 高温集中在电机附近59摄氏度 机身表面平均温在33摄氏度左右 电池最高温48摄氏度 室温28摄氏度 温度控制的不错 一是得益于电机四面包裹的散热孔 再者就是博士的ECP电池保护系统 时刻确保温度正常 极大程度的保护设备 延长使用寿命 当然了 停机降温对连续的高负荷作业 会有一定影响 总结 18V的GSB180L 相较12V的GSB120L 更舒适的握持 更便积的碳刷更换 更强劲的性能 更持久的输出 专业性方面 提升还是非常全面的 对了 它还能站着休息 反正就是 轻巧多能选120 强劲高效选180 你学废了吗 好了 我是巴哥 喜欢工具的请关注图巴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